改建成为了餐厅 把香菇煎一煎 烤好的鸡肉卷切开 一道意大利料理就完成 还有乐牌到烤鸡 都是招牌菜 不过仔细看看 这家餐厅 竟然是以前的日式粮仓 建商成组下来之后 一楼卖台湾农产品 二楼改建成餐厅 走浓浓的复古味 餐桌稍微新了一点 如果还有一点旧的感觉会更好 这家建商过去都在做都更 如今转投资餐厅 但花费也是不便宜 光是老屋改建就要三千多万元 加上每个月租金高达十四万 但建商就是看准吃的商机 砸钱了不起 从前面的计划到维修 就花了将近三年 所以所付出的成本 其实是非常的多 无独有另外一家 白色外观的西班牙餐厅 主打各式各样小点 一楼是小酒馆 二楼用餐区 三楼是私人招待所 老板就是浦原董事长李忠树 除了开建设公司 因为热爱美食 把旗下等待都更的房子资产活化 开了海鲜餐厅咖啡厅 就是老板自己要带朋友来 或是其他人要带朋友来都不错 房市不景气 建商纷纷转投资 开副业一边渡寒冬 一边多角化 经营打品牌 还能创造额外收益 三立新闻 甄严龙秋子玲台有报道